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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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涨期间交易者拥有大量机会 英镑日元持续北移 交易12小时以后绿色部分显示为0.65% 成交量仅略低于月平均值17% 情绪为强烈看涨 急剧上涨表明早盘交易中 交易者是成功的 欧元日元持续上涨 中午积极区域显示为0.42% 交易者交易高出平均资金27%的资金量 情绪为中性 空投为2% 看涨的汇率变动 表明多头头寸的交易者容易亏损 以上内容为本周四的五盘快照 同期数据每小时更新 敬请关注